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電塔少女HONEY 相信有很多果粉已經使用iPhone很長一段時間了 大家都知道iPhone好好用 但是你們真的有好好用iPhone嗎? 你確定你真的了解這支朝夕相處的手機嗎? 沒錯,這次就是要來跟大家說 你一定要知道的iPhone的小技巧 除了一些比較簡單的小技巧之外 我們也有整理一些比較進階的 想要從新手機變成Pro級就一定要繼續看下去喔 那首先提醒大家,以下介紹到的功能主要是針對iPhone 6s之後 有提供3D Touch還有Hefty Touch的機型去做教學的 那有些功能也是只有在升級成iOS 13之後才有的喔 好,那準備好要更認識自己的手機了嗎? 準備好的話我們就開始! 首先要分享的就是打字啦 相信打字絕對是大家每天都一定要使用到的功能吧 那要怎麼讓打字更有效率更快速呢? 這邊Honey就要跟大家分享幾個iPhone的鍵盤小技巧 第一個就是啊,只要長按鍵盤上的任意鍵 就可以自由移動游標囉! 但是如果是iPhone 11系列啊 因為沒有搭載3D Touch的硬體 所以只有按著空白鍵才可以使用這個功能喔! 那長按數字啊、英文字母、標點符號的話呢 就會顯示出不同形式的選項 如果是想要打表情符號 就只要長按這個 讓人有點躁鬱的表情符號 就可以看到超多已經內建好的表情符號囉! 超方便的完全不用自己打喔! 另外啊,如果平常打字整段打錯想要重打的話呢 只要像這樣子搖晃手機就可以整段刪除囉! 那再搖晃一次就可以還原回來囉! 不過只會這些還不夠 我覺得啊,打字要快速的話 還是要使用到iPhone自己比較進階的替代文字功能喔! 那這邊就教大家怎麼使用吧! 首先啊,就只要在設定 然後點選一般 然後找到鍵盤 選擇替代文字 按右上角的加鍵 就可以輸入字詞還有替代字詞的輸入碼囉! 那像我就把一些比較常使用到的字句 還有上網去複製一些 iPhone鍵盤上打不出來的可愛符號 然後把它們添加成替代文字喔! 這樣平常只要打一個字就可以替代成整句話 想要打這些特殊符號的話呢 也不用在另外上網去複製 超級好用! 絕對不可能有人打字比你還要快喔! 那第二個要分享的是 大家都知道iPhone的控制中心選單 有內建很多功能的快捷鍵嘛! 那平常可能要開關Wi-Fi啊,藍牙或是飛航模式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操作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有些快捷鍵啊,你長按著的話 可以更進階的設定喔! 平常如果點一下Wi-Fi或是藍牙的圖示 可以直接開關它嘛! 但是如果長按著的話呢 就可以更進階的搜尋附近的裝置喔! 所以如果是想要連接特殊的Wi-Fi或是藍牙裝置的話 就只要在這個控制選單上面就可以直接操作囉! 另外啊,像是平常也可能用到的手電筒 長按的話就能夠直接觸控調整亮度囉! 那這邊再補充一個和手電筒調整亮度的操作很類似的功能 就是在更新成iOS13之後 大家應該有發現在調整音量的時候啊 音量顯示會從原本會佔據整個螢幕嘛 變成只有一個細直的控制條在旁邊喔! 那這個音量控制條啊,跟手電筒一樣 也都有支援直接用觸控調整喔! 那接著就是要來告訴大家 現在超夯的深色模式到底要怎麼快速切換呢? 平常可能會到設定裡面的螢幕顯示與亮度去調整嘛! 但其實只要在這個控制中心的選單 就可以快速的開啟深色模式囉! 只要長按著顯示亮度 就可以看到深色模式的開關囉! 只要在這邊就可以直接切換深色跟淺色模式囉! 那這邊再跟大家宣傳一下! 就是呢! 電探上的官網也有深色模式啦! 大家可以去用用看喔! 好啦!那大家應該有發現 很多功能啊!其實都是長按按鍵就可以叫出來的 所以套用到我們平常下載的APP也是一樣囉! 只要長按APP的圖示啊!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快捷功能 像是長按IG的話可以查看動態切換帳號 淘寶的話呢可以查看購物車 Gmail的話可以直接寫信 大家就可以自己試試看囉! 那第三個就是iPhone自己內建的訊息功能 iMessage的小技巧啦! 大家應該都知道 兩支iPhone在有網路的狀況下 可以互傳免費的訊息 只要訊息的框框是顯示藍色的 就代表是免費的iMessage喔! 那可能有一些人比較懂用啊! 知道只要長按傳送鍵 就可以使用訊息的特殊效果 那我覺得啊!隱形墨水效果 還有螢幕回音效果都蠻有趣的! 那如果是選擇數位點觸的話呢 就可以傳送動態文字啊! 愛心、心碎、親吻之類的小動畫 但是你們知道 iMessage也可以拿來玩小遊戲嗎? 只要下載GamePidron這個App 就可以在iMessage上 跟朋友互玩遊戲PK喔! 那這個App裡面啊! 有內建很多類型的遊戲 像是籃球啊!射擊啊! 或是拼字遊戲都有! 那像是這個! 就是Honey之前跟朋友玩的 氣而推推樂的遊戲啦! 那我真的是計畫通把最後一把贏得超漂亮的! 那這些遊戲啊!它都是回合制的! 所以不需要兩個人同時在線上也可以玩喔! 所以非常適合拿來打發時間 還有增進彼此的感情喔!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大家最在意的隱私啦!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偶爾需要 短暫的借自己的手機給朋友們使用呢? 可能讓他看個FV的貼文啊! YouTube的留言 或者是IG的照片之類的! 那這時候又很害怕手機裡面那些沒有修過的醜照 會被白目又愛亂看的朋友看到吧! 那這邊Honey有兩個可以保護自己隱私的方法要教給大家! 第一個比較簡單 其實就是把你不想要給別人看到的照片隱藏起來就好了! 把要隱藏的照片打開之後啊! 點選中間的分享鍵! 然後找到隱藏著的選項! 那這樣這張照片就被隱藏起來囉! 這樣就要特別去隱藏的相簿才可以查看到這張照片! 不過這招只能防那些鋪照這個功能的朋友啦! 所以Honey這邊要教大家一個更厲害的 就是開啟iPhone的引導使用模式喔! 打開設定之後啊!然後選擇輔助使用 拉到最下面就可以看到引導使用模式囉! 那可以自己設定啟用引導模式的密碼 也可以開啟使用指紋辨識或者是臉部辨識 來結束引導模式的設定喔! 那開啟引導使用模式之後啊! 假設我們想要讓朋友看IG 那就只要打開IG 然後按側邊的按鈕三下 如果是有HOME鍵的機型啊!就是按HOME鍵三下喔! 按三下之後系統就會詢問要不要使用引導使用模式 點選開始!然後輸入設定好的密碼 這樣朋友使用你的手機就只能在這個APP的頁面 想要結束引導使用模式的話就必須輸入密碼 或者是用指紋臉部解鎖才行喔! 如此這般就不怕手機被亂看啦! 恭喜大家又成功的保護了自己的醜照 還有跟男朋友女朋友的肉麻訊息喔! 好啦!那接下來輪到大家也很常使用的Safari啦! 那這次啊!整理了六個比較實用的小技巧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我們如果平常開啟太多的分頁 想要全部關掉的話其實不需要一個一個關喔! 只要常按右下角的分頁鈕就可以關閉全部的分頁啦! 那接下來第二個啊!我們平常瀏覽到不錯的網頁內容 可能會想要截圖然後傳給朋友 可是一般的截圖可以截到的版面有限嘛! 所以如果想要截完整的資訊的話 可能就要截很多張非常的麻煩! 但其實啊!更新到iOS13之後已經有可以截圖整個網頁的功能囉! 只要像平常一樣先截圖 然後截完之後點選這個縮圖 在上面這裡啊!把螢幕改成整頁就可以囉! 那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下! 存下來的檔案會是PDF檔不是圖片檔喔! 再來第三個啊!我們平常在瀏覽網站的時候 可能偶爾會想要回去查看上一頁上上一頁上上上上一頁的內容嘛! 但是難道我們也要笨笨的這樣上一頁上一頁上一頁這樣按嗎? 拜託一下!做人不成功了啦! 其實啊!只要查按著上一頁的按鍵 就可以看到這個分頁之前所有的瀏覽紀錄 然後看你是想要查看哪一個瀏覽過的網站 只要直接點選就可以囉! 那套用到下一頁的用法也一樣喔! 好啦!那第四個就是 我們平常在瀏覽網頁的時候 可能會偶爾不小心手藏把正在瀏覽的網頁關掉 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完啊! 那這個時候其實也不用特別回去瀏覽紀錄裡面查找喔! 只要先按最右邊的這個分頁鈕啊! 然後到分頁畫面的時候 再長按中間的加鍵 就可以看到最近關閉的標籤頁囉! 那第五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像我自己每天都一定會滑電塔少女的官網去看大家寫的文章 那如果你們跟Honey一樣呢 有特定長瀏覽的網站 就可以把這個網站加入主畫面喔! 就像這樣子點選中間的分享鍵 然後加入主畫面之後呢 網站的圖示就會顯示在主畫面中囉! 之後只要點選那個icon 就可以直接瀏覽網站喔! 超方便的吧! 好啦!那第六個 就是我們平常在瀏覽一些網站啊! 不管是看網誌文章或是新聞 都難免會有一些圖文廣告嘛! 或者是看到一半突然跳出廣告 那這種時候呢 其實只要開啟閱讀模式就可以囉! 只要點選頁面左上角的A 然後顯示閱讀器顯示方式 這樣就會變成純文字版的囉! 而且啊!字體還有背景顏色 都可以隨喜好調整! 那因為圖片啊!都會被隱藏起來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去閱讀 文字比例比較重的新聞或是文章喔! 那最後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比較適合使用在iPhone舊機型的小技巧喔! 像我們平常在使用App啊! 可能用一下就會離開那個頁面 那如果沒有整個完整關閉的話呢 它其實就還是會在後台執行 那這些啊!其實都是會佔掉我們手機的內存空間的喔! 所以有時候開太多的App就會發現 手機用起來有一點卡頓 那其實啊!是有個方法可以幫你把這些後台執行全部關閉 清除更多的內存空間的喔! 那我們這邊有搭配一個系統監控的App來使用 然後看上面的內存佔用率數據 那現在大概是落在97到98左右 好!那現在先長按關機鍵 進入關機頁面之後呢!再長按後鍵 OK!那再回來看一下! 現在佔用率就是81% 已經大概清掉了17%喔! 那這個方法啊!比較適合使用在舊機型啦! 因為啊!在iPhone X之後啊! 手機的效能都越來越好 速度也越來越快 所以實在是用不到這個功能啦! 好啦!那以上就是Honey幫大家整理的 iPhone使用小技巧 都拿智慧型手機了 當然要更智慧的使用它啦! 所以以後啊!如果看到你朋友 還是笨笨的使用iPhone的話 你們就可以笑它啦! 而不是就可以教它啦! 好啦!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影片的通知喔! 我是Honey!我們下次見囉!掰掰!